拒绝承担义务 不光白嫖装傻还欠款3个亿 游戏圈的老赖能有多不要脸 看看暴雪就知道了 4月24日上海网之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提出了一份不太一样的诉讼 这份诉讼不告侵权 不告抄袭 而是控诉了暴雪的一系列罪行 早在经营年初 魔术世界 卢士传说 守望先奋等暴雪游戏国父停服后 为了保护玩家的虚拟财产 维护国父玩家权益 开放了各项相关游戏的退款功能 并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支付了超过112万玩家的退款 我本以为暴雪抛去网易 走的还算体面 一跨国结算 效率蛮高 然而这钱是全部由网易自己垫付的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所有网易向暴雪预付的游戏活动商品K 也不给退 就连暴雪向网易画的大饼 所收取的未开发游戏预付保证金 也是一分不退 从拖欠退款到强买强卖 再到画笔诈骗 这暴雪真是一件人事都不干啊